大家好 我是饶志诚 饶儿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长年期第一周的星期四 在今天的福音里头 马尔谷他记载呢 耶稣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 这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 然后跟耶稣要求 如果你愿意能够接近我 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 抚摸他 然后就治好了他 从这个麻风病人跟耶稣的交谈 以及耶稣治好了这个麻风病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耶稣他感受到了这个麻风病人的 所以他很清楚地感觉到 麻风病人需要痊愈 所以他就治好了他 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说耶稣跟麻风病人的 这样的交谈以及他的感受 让我们看到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学 从耶稣身上学 学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少不了 常常会有人际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跟兄弟姊妹的关系 跟同学的关系 现在在工作的时候 同事啦 或者是其他的人啦 等等的一个关系 脱离不了 我们是人 我们就脱离不了跟人有来往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就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那么 从刚才耶稣跟麻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情 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当我们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要会 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 开会的时候 比如说 那么通常我们会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那么在看法当中 我们通常会 甚至会吵起来 对不对 我觉得在吵以前 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 当别人说出他的意见来的时候 我有没有先从他的角度 从他所讲的当中去看他的意见 先把我的放在一边 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当我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对好 他看的跟我看的 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角度而已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共同做一件事情 那事情不是更好的吗 所以不要很快的 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要有主见 没错 可主见变成了一个很坚持的方式 那就不对了 那就很顽固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 我要坚持我的意见 没错 但是我也要看 也要听别人的意见 让别人的意见在开会的时候 在为某一件事情共同 也能够看到别人所看到的 所以耶稣就这样的一个会 从麻风病人的心态当中 来看到他所需要的 能够帮助我们 我觉得今天也在生活当中会去 听别人所讲的 那当我听到别人所讲的时候 也就很容易让我跟他有一些时候是沟通 沟通要通嘛 那怎么通 就是我要先了解 先认识 那我把我所看到的 让他看到 把他所看到的 我也努力去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通了 那也许看法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们通了 那么通的时候呢 就对生活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耶稣跟麻风病人的这种沟通 这种来往 那么这个互动 很值得我们去效法 那么让我们生活当中也努力的去 像耶稣一样的能够去看到别人所看到的 让我们大家彼此的来努力